呼一覺起來床濕濕的 啊原來是流汗了啦 冬天開被子的時候呢 剛進去被子覺得太冷 可是蓋久了之後呢 又容易流汗累積濕氣 於是呼呼呼呼 這次的烘乾機呢 不再是舊型那種大大方方 要搬來搬去的 今天找到了一台帶除臭功能的一件事 烘焙機CADO 號稱世界上最小的烘焙機 它呢長的就是一根 像是保溫壺一樣的尺寸 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因為它就只有一個按鍵而已 就是覺得很適合全年凌晨 很直覺的使用 開大開小開開開 光光光 它的這家呢是在日本 以美學著名的家電品牌 他們做很多送風類型的東西啊 之前就有注意過他們家的 空間信心機 吹風機還有加濕器 那這一次呢就是這個烘焙機 烘乾的好處呢舉辦去除過敏原 然後去濕器還有暖被 那這台呢就是透過溫度調整 來達到不同的功用 舉例來說你今天想要暖被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個暖風55度 那你要去除過敏原沙塵板的話呢 你就大概烘個60度 它的風量也是挺強的 關注過其他的烘焙機 可能會因為風量不夠 被子又比較重 所以它沒辦法吹到一整個被子 但透過它這個圖呢可以看到 它有用過一個遠紅外線來偵測 那官方測試呢它的風是可以吹到兩米之遠 讓整張被子透過送風均勻的受熱 再來在一開始講到它商品名稱的時候呢 它是可以除臭的 當然呢就要使用時下最流行最發辣的臭氧 不過這個時候有人就會反映了 有人覺得聞臭氧出來的空氣呢 有一點臭臭的味道 為此呢他們就特別設計 然後又送一些檢測 比如說呢先把一個臭臭的汗噴在枕頭上面 然後再經過這個臭氧一吹 看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臭味去除 同時呢又不要留下臭氧的臭味 於是我呢他們就通過了這個檢測 就既可以達到用臭氧殺菌 又不會有吹出來風臭臭的問題 那說了這麼多功能呢 玉子最喜歡的其實還是它的美型嘛 不用像是以前我買的那一台白白方方 然後還要落地 接一個管子伸進去被子裡面 那個風量其實也是真的有限 那現在呢只要一根像是電棒捲的大小 直接往被子裡一插 就可以用暖背 然後還可以烘早上要穿的衣服 早上起來碰到皮膚就不會冷啦 除此以來呢就可以想去使用人工的這個除臭劑 或者是買一台大型的烘焙機 確實是一個好的選項 好那這台的價錢呢大概是5000台幣 大家可以震一震口口 因為我覺得以同功能來說呢 它確實是單價稍微高一點點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卡洞 一件是帶除臭的烘焙機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繼續幫大家找好玩的資訊 喜歡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頻道 然後FollowInstagram下次再見 拜拜